不理會我們產業很豐富 大家都希望自己所收到的消防都是完整的 但是有一位民眾收到這個完整的消防頂頭 還有這個郵柴省心上當大心的老闆 原來這些東西的人在這個消防頂頭是閃到 不通熬到 拿出郵柴稍心驚啥 結果放到郵柴使命必達的回憶 夢遊 都想當的郵柴講這名郵柴實在是想當的正會 郵柴蔡教上培警官 日會上培警官主家傳表示 這個案例非常悠悠 所以才會回應他 他上面就寫說希望不要凹折 不要弄絲 就跟他說我是郵柴啊 因為我怕說他可能會覺得說可能是陌生人寫的 就給他寫說我是郵柴 然後我不會把他弄壞的 絕對 所以還在等 冰霜時他就探討這個專主的把性格 他一直混入放得好 柴上要送的配合五回辦門 但是這個包裹算不得不讓他拿下筆來寫下流言 驚驚人的替探討就探討下了安全送達的願望 蔡教上培警官一點都沒有考慮流言行路 典現郵柴使命必達的精神 這對自家傳來說說是最主人的 先進行問祝來信 將一關菜紅布登